很多人都試過把家裡的舊東西 放上二手網站放售 不過如果對交易流程不熟悉的話 後果不單止沒有錢收 還很大機會反過來被人騙錢 根據警方資料 不少騙案受害者都擁有高學歷 當中除了專業人士 還有大學教授 好像牛津大學博士RED 亦都不幸被編徒 押走銀行存款40萬 Dr.RED 聽說你在二手交易平台 遇到編徒的過程是怎樣的 我是第一次用這個carousel平台 想買三本英文書 我就把那些資料和照片放上去 一分鐘左右就已經收到 那個inbox有人告訴我有興趣 他就說他是要我的電郵地址 那我就不如有差 我就把電郵地址給了對方 那怎知道後來我收到的電郵里面 彷彿是Cellster本身這個機構 告訴我我可以收款 按下之後看到頁面 是有我的銀行的那個碟頭在 那我就按了進去 怎知道按了進去之後 就按著那些指示 就要輸入一些所謂一次性的密碼 整個過程是兩分鐘左右 很快就看到銀行通知 就說你已經成功提高了 轉到第三方銀行戶口的限額 達到四十萬 而且你已經成功轉數三次 我整個傻了 我當時是… 我沒經歷過那種震驚 然後我覺得我的心跳停了 知道被人轉了錢後,你怎麼做 我立即打電話給銀行 我想截數 銀行就叫我報警 我報警的時候,我告訴他們 你們可否立即叫對方凍結 警方的第一個反應是不行 其實想起這件事 你覺得有甚麼可以做得更好 我收到騙徒的通知時 我看到他的戶口的名字 有個遊戲字,即是遊戲 就加了一個美女圖 我覺得有點奇怪 然後我收到假扮官方的電郵時 我看到他前面的字眼是很官方的 加上是有訓練的 不過因為當時是想收150元 所以戒心就沒那麼強 加上我是第一次用這個平台 很驚訝,我也想不到我會中招 有甚麼建議給其他人 對,我覺得第一,我們要萬分小心 第二,OTP一次性的密碼 真的不要給別人 我之所以選擇說出來 因為我覺得 原來我這麼小心 也可以中伏 因為我們的對手是一些很專業的騙子 他們是一個集團,他們很有經驗 他們也很掌握我們的狀態 所以其實不關任何學歷和背景 對方騙子來說 學歷未必幫到手 分分鐘令我們更加以為自己沒問題 自己懂得小心 很劫眼 你什麼?看什麼? 你看… 你是人嗎? 你一個人躲起來看這些東西 美女圖 很大,你的照片的像素 你老婆知道嗎? 我不會告訴你,現在 明天再說吧 你不告訴她,我告訴她 我還要跟她分享 你們夫妻的相傳之道玩得這麼瘋 美女上齊分享? 說什麼? 這些是假美人播毒的騙案手法 我現在正在研究案情,跟她分享 很正氣,愿問其長 有人曾經在通訊院收到一個 美女頭像做帳號的訊息 說希望找一個性伴侶 還不斷地跟市主說自己的性喜好 說要找一個長期伴侶 我看過這個案件 通常那些騙徒的語氣是這樣的 你是不是更加想深入了解我呢? 如果是的話,我和你分享一個APP APP裡面會有我數之不盡的… 性歷史… 當你下載之後 會看到很多性感的美照 再輸入對方提供的帳號 密碼登入 一個APP就會要求你允許 傳取你的個人資料和相片 當你按了允許之後 大件事 你將會發重重的惡夢 被夢圍困住解不開 好恐怖 當事人很快就收到的勒索訊息 就說手機已經被植入病毒 還拿了所有資料 如果不處理 就會將通訊錄中所有人的資料 賣給烤詐集團 那你會嚇他 偏徒還會要求事主立刻付錢 不過有價說的話 如果用語音協商的話 可以收便宜一點 怎樣這樣做呢 其實這樣 偏徒就可以利用視像通話 錄下了事主的容貌和聲音 再用AI心偽技術 假冒事主向他的親友進行 以此詐騙 專家說如果手機真的被植入病毒 也不用怕 最穩妥的方法就是換手機 又或者是回復出廠狀態 最重要 千萬不要下載任何不明耐力的APP 還有記住 色字頭上一把刀 你這種美女圖真的很邪惡 讓我多看一眼看清楚 不如做Wall Beater警惕自己 不是吧 二十歲仔有十八億 你怎麼看 要是有個富伯伯 要是嚴老子 投資有道 未必 但有一件事肯定你適合 他是聰明的 可惜就會歪路 什麼 甚麼 原來騙回來的 這個住在美國的新加坡 ministre 騙徒姓林 他冒充了 Horley Hof女星Anneirens 還有其他同黨合作 以喺炸手法 騙取了華盛頓一名投資者的 加密貨幣帳戶 他轉走所有資產 就大約4,100個比特幣 计算市价,当时是2.3亿美金 即是18亿港币 正所谓有钱的身行 骗徒得手之后大肆挥霍 又去旅行,又去夜店 还用钱买豪宅,名车,名标 还每晚开派对,吵冤枉 结果引来邻居的关注 做了坏事,还这么招摇 就注定衰老一条 这个姓林的骗徒和另一个同党 很快就已经被联邦调查局驱服了 虽然法庭没有详细披露到骗徒的犯案手法 不过时刻保持警觉 要了解到投资是涉及风险的 还要千万不要误信有名人加持 这才是有效的防骗方法 大家经常收到的白状的WhatsApp 不是无意 是有心装一些好心上当的人 只要你回复,骗徒就会打射随君相 踏散,虚寒问暖,分分钟得到你渣都没有 游卡骗案原来在内地和香港已经很盛行 不过手法就有点不同 有些就是用了一次后就用不到 有些就是套取你的信用卡资料 然后进行大额的签像 而以下这种就是叫你投资,买游卡 阿Man最近就很不幸中了 中了骗徒的圈套 好啊 想问你怎么认识他呢 最初就是这个张生WhatsApp 找错了个号码就找到我了 他就说在香港一间由公司的办事全工作 聊聊之后呢,他就问我是有卡 由阿Man回应这个白状WhatsApp开始 就已经跌入了骗钱骗局 所以这些短信真的不要乱复 他怎样说的,买游卡 他开头就给了他的用名和爸爸我 叫我帮他买 因为他自己是圆江 那就不方便买了 我就想着又不是用的钱帮他 他说有折 但又是九二折 在那个商城那里买了之后 立刻就会对出去 其他商家买了之后呢 就会赚到差价了 我买了什么uro network 所以我就答应了我 你好 那最初 你投资了多少多钱呢 教我开帳帳帳帳帳帳帳 教我找柯定行卡 在裡面的錢是拿不到的 總之就是錢是拿不到的 我覺得是逼你要去到10萬元人民幣 才可以提現到 然後我就跟張先生說我不夠錢 張先生就說會幫我50萬元港幣 但我沒有辦法之下就用雙人卡投資 拿到4萬元左右 加上張先生給我5萬元左右 剛剛可以達到10萬元人民幣 代入了騙徒的陷政 想拿錢就哪有那麼容易 當然是拿不到 他說一定要付20%的稅 你有沒有真的付到 就算是3萬多4萬5萬元人民幣 交完稅找客服想提現客服不行 然後就說要什麼保證交5月 又要到3萬多元 那我投資就投債了 就繼續揚稅 你繼續拿錢出來 之後我就發現是騙徒 但我已經沒有再錯過了 無論你是怎樣問客服 拿回一些錢 你覺得其實怎樣都是拿不回來的 是嗎 是的 每月都是拿不回來的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可以提醒一下 我們的觀眾呢 始終你有這個經歷 他們都是祝我們想賺錢 這些人其實我覺得 對他們來說是不重要的 只要有錢 他們來騙到幾度就騙到幾度 始終很快錢 都是要小心點看各樣資訊 才有去投資 如果想看多些騙錢 記得去TVB official channel